杉磊 杉磊 好 那時間也35分 那謝謝大家來參加我們 這一軌最後一場的議程 那我們這一軌會聊一些跟水資源 你看喔關掉 比較安靜一點 我看一直在聽到外面好多聲音 那我們這一場議程就是來跟大家聊聊水 水感值的監測 那我們邀請到了四位的講者來分享 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Sinning 那我在開放文化基金會服務 那我同時也是CoastCop的常年的志工 那在這一場裡面 我們會邀請到LUS社群的HABA 然後他會來介紹一下 他做跟水關係的專案 LUS社群跟水關係專案 那以及那社群的邵淵 那邵淵是水盒子的開發者 那他就可以再跟大家多介紹一下水盒子的部分 那同時還有邀請到安岩的CTO 那個RECHA 然後黃博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安岩在水上面的一些發展 然後以及這樣子的發展在英國的實力的狀況 那最後由東坡Open Data 如果大家有常年在Open Data 或Open Street Map上面 社群裡面的話應該都有認識到東坡 因為東坡也一直都在這個領域 那東坡會介紹一下 OCF今年 從去年開始到今年的一個 跟水感測跟環境感測相關的專案 那我們從台灣串聯到國際 那首先我就不多花太多時間 那我就先邀請哈爸 那哈爸做第一個分享會是 喝好水吃好物跟有良居 大家好 我是阿爸 我問一下 聽過Los的舉手 其實都老朋友 那就不用聽了 就講過了 好 好 沒關係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今天主要講的是 喝好水吃好物有良居 這個是一個去年 總統被黑客松的昨夜專案 那他是 160隊的 報名然後最後會 5隊的勝出 簡單講他做的全部都是開放 資料 那因為這個專案 我們在社群上 很多很多分享或者資料都釋出了 那我們今天主要講的是 裡面的思源地圖 這個軟體那右下角 這個是QR Code 點進去就會有 今天的投影片跟我歷年來的 這個投影片 都有在裡面 這個是CG Binance釋出的 這個投影片 好 那 這個是簡單跟大家講這個專案 那因為今天我只有15分鐘 所以其實前面的這些東西 因為也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講的就會很快 好 那先給大家講 這個是總統被的專案 他主要做的是 留意資料融合 資料融合的公司協力專案 然後他一開始針對的是頭銜溪 那我們在這其中呢 我們釋出兩套系統 一套叫做水溫分析系統 一叫做思源地圖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這個思源地圖 那因為去年總統被已經 已經勝出了嘛 跟蔡英文也報告過了 那今年我們做的是流域複製 把在投園溪做了這個東西 再複製到三個流域 那這是今年的東西 那因為主要講的是思源地圖 所以我會 好 我先先給大家看一下 後來有跟就是總統報告 兩個時候要報告兩分半 所以你就當作你現在是總統 我現在 我現在跟你報告兩分半 好 簡單講我們認為 核山流域要改善缺乏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能夠讓公民團體 政府部門跟私人部門 都下去 就是下去協調 基本上我們缺乏 簡單講他缺乏的是一個平台 我們的解決方案是什麼呢 我們會有定期的公司協力會議 在那一段時間五六個月的時間內 我們大概那時候 開了好幾次的協力會議 那這會議會議裡面都會找 很多公部門跟私部門來參加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呢 我們把跟流域有關的資料 資料做一些就是集結 就是打包 然後公開的分享 裡面有100多個圖層跟資料集 這不是我們伸出這個資料集 而是我們把那麼多的資料集 做一個整合 然後把它釋出 那我們釋出的是 水溫分析模擬工具 就是 我們這個要水溫分析資源包 那這個 這個一樣 我們講的現在這些都是open data 然後也是所有的軟體都是open source 那在今天講的資源地圖 在去年11月就已經上線了 所以我們講的不是一個概念 我們是一個已經成一個在運行的東西 這個就是簡單的資源地圖 等一下會講 所以我在這裡就先不說 那我們的願景呢是直覺式的數位對話 就是說我們認為政府跟公民在談的時候呢 你要用資料來去論述事情 然後用數位來做對話 那這是我們的想法 那 因為這跟蔡英文講的嘛 所以基本上我們在講的是說 我們今年希望的是 我們做加深加廣跟能量推廣 加深就是在頭前溪流域把東西做得更好 加廣就是複製三個流域 那能量建構是把我們正在做的這個東西 一開始比較像是Pro Concert 那在今年呢再把它做得更好 那兩分半這樣就結束了 那先給各位看一下就是 我們今天要講的資源地圖 我們有複賽跟決賽 複賽我們就因為六分鐘的評審裡面 我們大概花了兩分鐘 弄了一個影片 所以我們今天 這個是什麼 我看喔展示影片對然後呢 中間那個 中間那個 再一次 欸這裡 好我們給大家看一段影片齁 好這段影片應該沒有聲音的齁 好 欸這個不是我的齁 這個 好廣告一下齁 簡單講我們做的是喝好水治療物有良區齁 好這是一個軟體一個APP齁 就網站的APP 你一開始會選好你是住在你的哪一個流域齁 那你會先選一個地方比方這樣 你住在哪裡 那你會你想知道的是喝好水嗎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你喝的水 是從哪一個進水廠來的齁 然後呢這個進水廠是哪一個取水口來的 那這個取水口比方說這個取水口 你的取水量跟水質齁 都在這個地方來來讓你可以查詢 那吃好物呢 就是農作物吃的水好不好 所以你要做的是 就是你先選一個 先選一個鄉鎮 那這個鄉鎮你可以查他有哪些農作物 你就知道在這裡會出產什麼作物 那這些作物呢 能不能有好水呢 就是看他附近的污染源有沒有很嚴重 比方說剛剛現在展示的是農地工廠 所以你可以匡選一塊區域 他會告訴你這附近有哪些農地工廠 那住的地方安不安全呢 基本上就是 比較像是淺市溪流 就是你在庫在山區 你暴雨來的時候會不會 會不會有危險 那我們會套疊一些 我們在水保局的一些地圖 這些地圖可以比較容易讓你看到 比較危險的地方在哪裡 那我們也會套疊一些 比方說其他的國土利用的東西 那跟公民協力的方面呢 公民可以用手機去照相 照相之後的資料呢 他會上傳整合上傳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跟民眾做協力 人家對什麼議題有興趣 他可以去照相 那這裡還做了一個叫做鳥欄流路的東西 現在展示出來的是 我們叫做河川集序 就是說 你想他簡單想他想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一滴一滴雨水落在大地的某一個地方 他是怎麼樣流到海裡去的 然後他模擬給你看 那一滴水會這樣子流 走過哪些河 旁邊有什麼 那這個是簡單的 我們在 我們在報告 就是比賽的裡面的 複賽裡面的東西 那這裡還有一個決賽的影片 我們在後來又多了一個月 歡迎繼續回到新聞大 對這個TVBS少看一點比較好 好 好那這裡面有投影片跟我們的簡報 跟所有的公開資料 今天所有相關的東西 你從這些東西點進去都會有 我的投影片他有一個特色 他通常都是index 所以裡面都會給你連結在哪裡連結在哪裡 小心點點進去又會很多 點進去又還會很多 所以你要小心的使用 看得懂的就不要再往裡面點 一點下去你時間就被我偷走了 好 那今天要講的就是剛才那個叫做思源地圖 那這裡面剛才有講還有一個叫水文分析系統 基本上就是說比方說 比方說剛才講到一些核酸集序流入 那你可不可以自己產生 可以的 這裡他這提供這些工具給你 我們的基本的結構有點像是 我開放資料 我要產生出這個系統之前 我需要有很多的工具跟Tool 所以我們這水文分析系統就是一個工具跟Tool 他提供給你一個Commandline的工具 可以讓你做一些事情 然後他釋出了一個一整包的東西叫做QGIS黑客松 就是說整個流域像跟我們整個專案有關的 這種圖層什麼都在這一個 這一包呢你是要下載打開 在QGIS裡面打開 他一打開就是好的 你不用自己去下載 那這個是水文分析生有的 這裡有他的 這裡有他的就是文件 那但是今天不講這個 好那他他還提供給你一個collab的一個範例 你可以有很多分析的東西都在裡面 那但是這次需要寫點程式的 那就是工程式用的 今天要講的這個東西 剛才的網站連結在這裡 所有的文件在這裡 他有一個使用手冊在這裡 那他今天其實要講的東西就是稍微講一下這個 他一樣是Github的專案 開放開放資料嘛開放系統 他這裡面是Github的 那剛才的應該剛才很快看過影片 那影片裡面他其實他的主畫面就是這樣 就是說你一開始會選流域 選了流域之後呢你在右邊就會有很多問題 比方說你可以先問你的生活區域是什麼 生活區域裡面 他的東西我們叫做打破砂鍋問到底 就是說你從你一開始問的第一個問題 你說我在新竹市的某一區 然後他就會問你你要問什麼 比方說你要問說那我的進水場在哪裡 那他就給你進水場 那你進水場又可以問取水口 取水口又可以問水質 他跟我們人想像的東西很像的 說我想我喝的水乾不乾淨 我就是先說我在哪裡嘛 然後我再問進水場嘛 那進水場你可能覺得他進水場很能 應該這麼說好了 我們所有進水場都跟你講說他的符合飲水標準嘛 問題是你信不信嘛對不對 那問題是他說很乾淨 那你通常就是看那他取的水乾不乾淨 那你就想要知道取的水乾不乾淨 所以我們這個系統他其實突破一件事情 我們以前大部分的東西就是 你給你一些功能給你一些選單 但是他其實不回答你的問題 你的問題你得自己去想辦法 我們這裡不是他就直接問你問題 應該說你直接問他問題 那我們針對了這些就是民眾關心的問題 我吃的水喝的水乾不乾淨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可是你可以發現這麼簡單的問題 你翻遍你全台灣的政府的網站 他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的 這就是我們覺得很奇怪的東西 所以我們做了這個資源地圖 那因為 因為這裡面的問題是你A問B B問C問D 問到後來你都慌了 你也不知道你到問到哪裡去 所以左邊這裡就會有歷程 你問了A問到B B問到C C問到D 那這個時候你問到D的時候 你想要跳回C怎麼辦 他這裡就可以給你選 你就跳回C 他這裡面就是有這樣的功能 那這個是簡單的主畫面 那這怎麼問就是我剛才講的 就是你 他這裡面會有選單 再來選單 再來選單 你就是像剛才這種方法問 好 那這個回溯就是我剛才指的 你可以隨便跳回原來的一個樣子 那當你到迷路的時候呢 他這裡就有一個Hong鍵有沒有 你Hong鍵一點下去 你就回到源頭 就跟Apple一樣 反正搞不清楚的時候就Hong 那這個概念就像這樣 好 那可以問什麼呢 你會發現他 有沒有 你既然可以這樣問 那你怎麼去呈現 你到底可以問什麼 那實際上我們把可以問的問題 其實有畫一個Graph出來 那這個整個都太小了 這個Source在這裡 你點進去你就會看到 什麼叫做你可以從 怎麼叫做你 他這個太小了 所以我也不太能講 比方說你 比方說你一查汙染 你任何一個地方 你可以發現我們 問A問題也問汙染 問B問題也問汙染 問C問題也問汙染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我們不希望 把所有東西都重複做 就是說 其實你當 對我們的系統來講 你只要一個區塊 不管你這個區塊是 鄉鎮 還是你這個區塊是自己框的 還是你這個區塊是什麼範圍 你只要是一個範圍 他都可以給你問汙染 所以基本上他的概念是這樣 那你就會到這個 你雖然你好像問的問題是 隨便你問 可是實際上 他還是有幾個東西 就是你天天在問的東西 這個裡面就是這種結構 那我們認為呢 試圓地圖的這種結構 是一個非常創新的結構 而且是一個非常 第一個他觀念很創新 第二個他實作很困難 然後我們其實在 因為我自己本身做軟體做很久了 這種架構我基本上設計了很久 那 那 要提一下 這個試圓地圖不是我做的 是一個叫維加 我們讓很多東西都他做的 那我跟他之間敲了很多次 最後才能夠把這件事情做一個完成 那這個就是一個這樣的架構 你有興趣可以看 但是他實際上是 好 那今天其實因為Cost Club 講的東西稍微記出一點 所以 這個是他的整個系統架構 但是 所有軟體的前後端的架構 都有點像 但是這裡的架構 有一點東西 是要跟大家特別提緊的 就是說 你剛才可以看到一個網站 在前後端的架構裡面 網站後面一定就會有一個後台 然後 那 架構當然是這樣 但是他 他這個東西比較特別 因為我們做開放的 就是 當你在前端的web 透過這個後端 後端的這個API 拿到可以呈現在這些裡面 他其實的特性就是 因為他只透過API 跟所有後面東西做連結 也就是說 那你在想說 那我有沒有辦法跟你做另外一個APP 比方說手機APP還是什麼APP 能夠做到你所能夠 試圓地圖所能夠做到的所有東西 可以的 試圓地圖你只要用得到 看得到的東西 你自己都可以再實做一遍 自己做自己的APP 你可能覺得 你只要用他其中A功能B功能 你可能覺得你想要做更多更好 你都可以自己開發這個APP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政府的網站如果都寫成這樣子 我們中華民國就有救了 但問題是他就是不是 好 那 這個基本上的概念是這樣 那在這裡面會講一個水文分析系統 就是說你這裡面他這裡就有一個Data Base 那這個Data Base怎麼建構出來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事先灌過去的 那這個水文分析系統 基本上就是在操作這件事情 而且你可以看到的是 試圓地圖你很多東西是使用者用的 可是一個好APP 它其實更重要的是 你工程師怎麼去把這個東西建構出來 因為我們做開放系統 你的工程師如果能夠 你如果釋出的東西是這個APP 那別人就只能用這個APP 你給他這個APP的source code 他就可以改得動 但是問題是 你如果把整個過程裡面你的 你的研發的這些know how跟tool 全部都釋出 人家覺得你這個東西做的 離他還有點距離 他可以拿你的工具 再去做出另外的系統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把結構分成這樣 然後最主要是這裡面所有東西都是開放的 他可以延伸的東西其實非常多 好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剛才不是講嗎 這裡有一個API 那這API可以做什麼 基本上 他裡面的東西 你會看到他其實在GIS裡面 他就是很多圖層 這個圖層是顯示什麼流域的 那個圖層是顯示 他有非常多的圖層 那你所有的圖層 你都可以透過這個API去取得 那剛才講說 你可以問A再問B再問C 我們這裡叫做邏輯透普的API 那這些API你也可以把它 就是你也可以去call他的API 去產生這些東西 好 那 我舉一個例子好了 就是 那比方說好了 那你這裡的APP上有很多好東西 我能不能把它匯出去到QGIS裡面去 其實是可以的 他所有的API幾乎所有的API都有一個 format的欄位 你這個 format欄位 你給他寫一個叫Jason GeoJason的這個參數 他傳出來的檔案 他會存成一個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 你直接拉到QGIS就可以用 這這次開放的人他就是有病 就是他會覺得說 他會覺得說我做的所有東西 都希望人家可以繼續延伸使用 不只是source code 不只是data 兩分鐘很多了 好 那 對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QGIS可以直接拉一個網路上的圖層 我們這裡其實有針對這個做支援 也就是你在QGIS裡面 你直接設一個這個API的URL 他剛才是說你存起來再拉進去 我們這裡的支援是你直接在QGIS裡面打URL 他就會直接拉進來了 那意思是什麼 你在 你剛才在裡面插插插插插 插在螢幕上覺得 我這個 查的結果很棒了 我這個喜歡 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就很方便的直接就導入QGIS 然後呢 你自己再去做後面的論述 那這個是 那這個是他的 他的 這個就是文件 整合一反饋就是說 因為他其實目的是在做資料的融合 那你做資料的融合呢 那比方說好了 你假設你是一個公部門 還是你你想要 你有一些資料或者你有一些應用 你會想說那我能不能放進 試驗地圖 那這裡我們其實有公開的表單 可以給你反饋 你只要反饋說 我有什麼什麼什麼資料我想弄進來 你就可以反饋給我們 那我們這些做開放的人就是比較公開 你反饋給我的人 反饋給我的這個表單 我們連結果也是公開的 就是說他是一種 你告訴我 我可以不做 因為我們是公開就是公益社群 我不一定一定要做 但是實際上你反饋給我 我們就是跟大家公開 我們有收到這件事情 然後當你說到這件事情 我們當然有更多的情況 可以跟社群說 有這件事情來 有沒有人要來幫忙 來做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整合反饋的管道 那整個東西 整個這個專案裡面 我在趁機把關鍵技術在哪裡 跟大家講 就是說我們做了很多東西 可是實際上 在裡面很多是有含金量的 我指的含金量 因為我在業界一二十年 我指的含有含金量 就是那是有錢的 我們做開放把錢丟在水裡 並不表示你也要把錢丟在水裡 好不好 那我們做的哪裡是有含金量 我會告訴你 在四元地圖裡面 比方說一滴水的旅程 他就是全世界沒有幾個 沒有幾個做出這樣的系統 好了結束了 打破高度拉借鉤 Wave這個框架 剛才講的 其實都有講到 他的關鍵的技術 好 那 換下一位講 這個 QR Code 大家可以掃一下 謝謝哈爸的分享 其實哈爸今天講的東西 其實真的是有特別針對COST Cup的準備來的 我以前聽到都比較是在倡議裡面 就是我們怎麼樣子針對環境 然後來用協作的方式 用眾人的方式 用開源的方式來做 好 那下一位是邵淵 邵淵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怎麼開始做這個水質感測的一些歷程 然後他做的成品的過程 好 那就歡迎邵淵 好 那個 OK 好大家好 我是邵淵 那這個部分因為今天 我做一做發現簡報有點多 所以等一下講會有點快 然後頭裡面會切得有點快 不過QR Code的部分 我盡量停時間讓大家拍 OK 好 那現在就直接開始 那這個部分 其實這頭裡面就是N版 大家看到 剛剛有看到嗎 就是V5版 因為就是每年改一次 滑淵是第五年 所以就改V5版 應該是這個概念 OK 那這是我 那其實 現在我是在馬路對面 念博士 當博士生 對 那這個部分 基本上我是緩控背景的 那基本上所有寫程式 硬體電路 這部分都是網路上 看大家 就看開源的所有的資料 然後去學來的 那這部分其實 就邊做邊學 學中做做中學這樣 那為什麼我要做水盒子這部分 那其實是2016年 在空氣盒子剛開始的時候 那這個空氣盒子 那時候已經相對比較成熟 那空氣盒子也解決了很多環保部門 環保局的一些問題 那這個部分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我在業界 然後有一天就是環保 台中環保局的長官 他突然看到這篇簡報 然後就是東陵 他在大學的時候做了一台 單單軍 然後從 忘記哪條河 在湖尾 應該湖尾西 然後去把這個機器從上游 放下去之後 讓它漂到下游 去搜集水質的資料 那環保局嘛 其實他們最重要就是 需要去看偷牌這件事情 那其實在這個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 這樣子的架構 其實是可以用在 抓環保局偷牌這個部分 那所以他們就希望說 藉由無線的方式 無線裝置的系統 去收集水質的資料 然後可以回船這部分 那時候就找我 剛好我那時候也在 學著做空氣合成 然後就是找我做了這部分 那他們的基本的需求 這一開始2016年的時候 對他們就是希望做 最基本的水質 檢測一下 我們PH導電度 溫度這部分 然後他們要可以儲存 然後可以要去 發簡訊通知 環保局的承辦 然後他們當然要防水這部分 那這是低板外觀 就是很Maker 所以我現在做的 大概跟這個很像 那其實整體來講 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那這東西 就該有的都有 然後有4G的模組 那這部分 對那都把它拼起來 那大概下面這顆電池 就是上面這個 哎呀我忘記 對那它電池是用1865連電池組 其實那麼大的電池組 其實它只能乘個三天左右 那其實這個是突顯一個問題 就是在如果現場的話 其實三天代表什麼意思 如果今天我放在工廠的 那工廠可能會偷排的地方的話 表示三天就會有一組人 開著車過去 去那邊探頭探腦的 對那工廠一定會懷疑嘛 對那這個其實是 其實大家都心知肚明 不過呢 就算是這樣子 我們在監測的資料 監測資料上 其實看得到 其實工廠它還是會開工的時候 那上面是 EC跟溫度的一個 放在一起的值 因為溫度可以看到水的溫度 那有下雨 或是有偷排的水 我們會馬上變高 這東西很明顯 那下面是PH 就是法規在要求的部分 跟EC的部分 那可以看得出 開工的時候 工廠就是剛開始開工 因為工廠其實不像自來水 它是一直排放 它通常都是每一天 去 它會有一個流程 固定的流程 那其實是可以從這邊 可以看到說 它下雨前會偷海 然後晚上大概 八點 九點十點的時候 它也會再排一次 就是一天結束了 對那其實從這邊 其實看得到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那家工廠被抓到 罰了十百多萬 那 今年好像又抓了 不知道是哪一家 OK 反正這個東西 就是環保局 他們一個固定的 一個模式 就是他們用這個方式 去嚇阻工廠 不要偷牌 那其實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下面這邊是 當時安裝的情況 那其實大家看到 就很簡單 很突破的方式 去黏在 偷牌的一個水池當中 對 就這樣 那其實 那時候做完的時候 那剛好 就會 後來我在 桃園的工業區 看到上面這個牌子 對 然後就會 就覺得有點訝異 因為覺得 就是我們這空掌頭牌 一直在抓 但是為什麼 河裡面 河的橋旁邊 會裝一個牌子 叫做 本河段魚在不宜不食 就是 那個河魚是不能吃的 那 就 就是一個很衝突的點 就是 工部門有在抓 但是 河裡面魚還是不能吃 那其實這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 那 河的水質是環保局 環保署在管嗎 我一定忘記了 對 河川的水質 我記得 應該說河川的 RP還是環保署才訂的 但是 當 那條河被汙染水質不汙染的時候 是環保署跟 向水利署罰錢 因為它沒有把那個河的水質管好 這就是 奇怪的地方 OK 那 為什麼會做 水盒子 那 基本上前面的經驗之後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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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套 做 降空機器再把它做出來這樣 那這時候就想說 這邊會有很多人 會有不同的場景在使用 那就會變成說 不只是環境部門 會用水 水池這個部分 不像是 像水利的 像農業的 像漁業的 各個領域其實都會有水這件事情 都需要做連續量測 那這時候就會重新地去思考說 唉有錯字 就是 重新地去思考說 各個領域需要哪些的東西 哪些的水質檢測項目 其實從這邊看就會發現 就是很像 各個領域有各個領域所關注的一個 議題的項目這樣 那這個是第一版的水盒子 那這個其實就是 在LAS年會上面有上個工作坊 那基本上所有東西都是開源的 那為什麼沒有放QR Code 因為這個其實只有 那也是有錯 然後來不是用這個版本 所以我舊的QR Code就沒放了 那基本上其實在 在Github上面還是看得到 OK 那第一版就會長成這樣 就全部手做 然後那時候就稍微畫個圖 那基本上就把它做到剩下12公分 10公分的大小 那基本上 喔 加了一個太陽能供電 那那時候做完之後那個 如果Megger經常買零件的話 就會知道有ICSharp這些 電子零件供應商 他就問說他們想要做 我就寄了兩款給他 然後我就看他們去 怎麼去把那個電路板把它做出來 對 那這時候就會把那個LORA的放進去這樣 那實際上其實就變成 因為那時候我不會做電路板 所以就是 就是他們就是做完了 然後就寄到我這邊做測試 那基本上就看到有很多 很多版本不同的水額值在這邊 那現在今天 對 水額值其實 就是 現在其實在通路上買得到 那基本上這個部分就是 由ICSharp他們 因為他們是去做電路圖 Layout這個部分 然後他們也把它做成一個 像是教育的套件這個部分 對 那基本上 這個示範是限量的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售完 然後今天他們老闆還跟我說 把售完那兩個字拿掉 因為現在是有貨的 我不確定還有沒有貨 但是就這樣 對 那基本上就會把它變得 有點像是一個教具的情況 那東西都做完了 對 那東西 大家都可以直接取得 不用說 像我前面一樣 就是要電路板 自己從一手拉線 那在驗證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比較 有電路板的情況的 版本出來之後 就可以拿去現場 做一些驗證 那在原本的情況下 其實選擇那個MPU其實蠻耗電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就會 雖然說做出來 但是實際上在用的時候 就算加太陽板 其實續航力沒有到很好 那這邊是我實際上 在去安裝的一個情況 那時候也是一樣 除了就是土炮的安裝方式 就是直接給它黏在四樓上 或是直接給它黏在 反正現場看到哪裡好裝 就把它裝上去 那就注意不要 機器不要被水沖走 這樣子而已 對 那後來就 因為這樣不是辦法 這樣的變身技術 就是我從商店去一次變成 到一個禮拜去一次 那後來就是再去做 我自己再 再去做了一塊擴充板 疊在上面 然後就把省電整個把它做完 對 然後也把NBLT的通訊方式 也把它做上來了 所以基本上現在的版本 我把它命名為Waterbus Pro 這件事情 對對對 就是跟iPhone一樣 就把它Waterbus Pro 對 那這個時候就是 它就是可以在外面持續運作的 對 那 不過這個部分 目前還沒有履歷起來 就是比較像是我自己 去洗電路板之後 自己先做出來的 但它買到的話 還只是Waterbus 它還沒有到Pro這個等級 好 那再來實戰的部分 這個應該是去年 前年總統被賀賞 賀送的一個題目 對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水耳子其實如果說沒有拿去現場的話 它就是一台可以量水質 會量的一台機器 對 但是總不 我們有些人可能拿去量魚缸 但是我希望是拿去解決一些環境的問題 那時候就選擇 剛好人在台北 就選擇淡水河的這個部分 淡水河其實最重要的是 其實淡水河大家看到水質還不錯 但是每年都會有一些死魚的 一些發生的情況 而且每次死魚的發生情況 其實環保局就是一個結果 就是農洋不足 那我也知道農洋不足就會死魚 但是為什麼 就是沒有講 那其實這種情況下 就有可能是 因為其實就是 之前為什麼環保局要去抓頭牌 就是因為工廠會在奇怪的時間點 排奇怪的廢水 但是這種情況下 就會有一種 應該要繼續量測這件事情 那就是 對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等一下我後面會把 等一下我後面會把那個 為什麼 要用數據跟大家講 那在死魚事件的話 其實2020年 2019年其實都有 而且大概都在相對的 差不多的位置上面 會有一些死魚的情況 那這些死魚事件 其實是看到魚浮起來的位置 那不一定是排放的位置 那這邊其實都是要 這樣去下面去撈魚 或是魚就看到 魚就看到那個 就是躺在沙灘上面 躺在潛灘上面 躺在潛灘上面 或者是順水 然後就會一直飄下來 那大家 然後那時候 因為中文杯黑客松 那就會 有團隊成員資權 他就會 他就提供 因為他是水利背景的 他就會把一些公開資料拿出來 稍微做一個基本的分析 那發現說 在2020年的死魚事件的時候 其實大概事件發生前 其實有特定的 一個環境的特性 像是說 它可能會連續高溫 超過30度 大概快一個禮拜 的情況 然後就 雨就會 然後 就有可能 就有可能 就 事件就出來了 那在2019年的時候 其實也差不多 就是會有一個禮拜 高溫的時候 然後雨 高溫結束了 然後雨又 就浮起來 這樣 那這個是 水利署的觀測資料 那它的資料大概是 大概是一個小時一筆 大家先記得 一個小時一筆的資料 就可以看到這個趨勢 那環保署呢 環保署只有一個月一筆的資料 那一個月一筆的資料 這時候就很好玩 就是說 每次環保局都說了 魚是因為缺氧而死掉的 問題是 一個月量一次的資料的情況下 我們怎麼知道說 它死掉前一個禮拜 或是前兩個禮拜 都是融氧都偏低的 沒有辦法解釋 那從那個監測資料來看的話 2020年的資料 其實死魚事件發生前的 前幾個月 從資料上看起來 是都正常的 因為魚還沒死啊 應該說 那時候他們量測的時候的水質是正常的 那2019年的時候 其實發現好像有點問題 可是其實這種事情就有點 有點說不通 因為我們一個月一筆的資料 那只是量測當下的值而已 然後死魚的事件 大概是一個禮拜的環境改變造成的 那這種情況下 就會讓人覺得很奇怪 那實際上就是我就拿了Pro 去台北島去裝了一下 那其實剛好 那其實這也是第一次用這種方式 去做水盒子的安裝 那就是拿一個保麗龍 然後把機器放在上面 然後綁個繩子 讓水盒子去飄在水面上 那其實在安裝的過程中 其實有遇到死魚的事件 不過那時候其實有一些現場的問題 就是發現說 其實我們在台北島 其實在西門町外面的淡水盒 大家會覺得那邊的通訊應該是很好的 但實際上 大家電信業者都非常厲害 因為對面是三重 大家電信業者的訊號的涵蓋 大概就是涵蓋在這邊跟這邊 然後中間就是訊號很弱的地方 對 然後對 所以訊號其實沒有很 訊號我相信 等一下換播應該會分享一下這部分 對 因為這邊其實是現場的一個景況 即使在台北這種的情況下 那除了淡水盒之外 其實很常聽到其實最近也是高雄嘛 然後或者是桃園這邊會有一些死魚的情況 那這是去年 前年的事情 那今年的話 這兩 從去年 今年的話 這邊的話就是有一些專案在進行 像跟OCF這邊去做一些 水盒子的一個推廣 然後推廣到印度這邊 對 那這邊會 就是有栽購 然後就會一些新的功能加上去 那從此之外呢 就會還有一個OpStream的計畫 那這邊也是跟英國那邊合作的 對 然後也是希望說把公民團體 然後合作的部分去 去把它 再把它推到國外去這個部分 那整個的架構就是 對 整個架構就是 因為我那時候在學校 所以我就會變成掛在台大那邊 對 那基本上就這樣 那在整個的計畫這邊的話 就是有一個 就是其實也是針對了一些比較 就是也是重新設計過 那這邊其實要感謝那一顆台大土木的麒麟 對 他去把它 整個基本上整個架構 應該說整個配置有從業配置過 那有一些論理的部分也是把它改過了 這樣 那這是目前的版本 那整個計畫上面呢 在也有建置一個網站 去把資料把它去 會跟整個計畫去把它介紹一下 那最後面呢 就是做了那麼多東西 其實接下來要怎麼 接下來呢 那我們接下來其實 回到一個為什麼做水核子的事情 那這個右邊 右邊這邊是空氣核子的點位 那其實回到初心就是希望說 水核子可以把台灣河川的水池 跟空氣核子一樣去把它量出來 然後去連續的量測 從一個監測站 從一個月一筆的資料 然後變成一條河的資料 變成整個流域的資料 對 那這個其實 這是整個整體的大方向 那 所以就是硬體水核子 然後就是會有 會跟LAS 就是把資料丟到LAS 然後三個之間去做一個呈現這個部分 好 終於講完了 這是最後一句 然後他把他常講的一句話 LAS is yours 對 然後以上 這邊應該開源的東西在下面 對 謝謝 所以我只講了14分鐘而已 好 其實英國這邊 我有點 offline 沒有啦 因為英國這邊的情況是 我覺得這邊都可以幫我補充 對 因為我有點 我有點offline 對 我印象中 是剛好跟去年總統配合的時候 要在頭間溪做水核子這邊部件這部分 剛好又剛好有這個專案 然後要同時在英國 一樣是英國的公民團體 一樣是水核子要到那邊去做一個部件這部分 對 然後整個基本上的架構上面 就有點 應該是COBE 也不是COBE 去做尾運這部分 對 因為有一個現場的機器 那機器就是把它 就是弄一套 應該弄個五套 然後再丟到英國去 對 對 那基本上 然後台灣這邊其實也總是 會有機器在東天溪那邊做掌握驗證 不過我好像 就是offline 我一直offline 所以 我知道是這邊的機器還沒有 還沒有開始去到現場去安裝 對 那我相信後面應該會有一些通訊方面的問題 有一些安裝問題 還有教育訓練的問題 這些其實都是 這是水核子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其實像空氣核子 它就會比較容易 因為其實空氣其實就是我們呼吸的 那就是裝好 其實它可以直接連續兩側 問題是水這件事情 水的話大家看到嗎 就是 sorry 像這種地方 我沒有去現場 我不會這樣子裝 對啊 它一定 就是這種地方 還有像前面的 黏在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水泥壁上面 那種情況其實都是因地之移的 那這種情況下其實是 我現在只能憑著照片去想像 這英國那邊可能的安裝方式 對 但實際上我沒有去過 所以其實 有些現場的經驗其實是 我不知道 就是安裝才會 才會 才可以 對 又去了才知道 對 那這也是大概 臨時大概 前兩天才想出來的安裝方式而已 對 好 謝謝 謝謝 現在很謝謝邵淵的那個分享 那其實我們剛剛聽過了哈爸聽過了邵淵他們從 不管是從總統背黑客松或者是從一些現場實際的流域開始發想 就跟環保署一起怎麼去抓那個環保署我講錯 環保局 不好意思 架構一直講錯環保局一起抓偷牌這些東西 那這其實都是台灣的案例 那這一次OCF在做專案的時候其實我們剛好認識了retrack 那retrack這幾年也開始會飛英國 然後剛好有一個英國 在英國的實際那個upstream的專案他其實也很熟 那其實就這一次就邀請retrack來分享一下 那在英國上面的一些經驗 那他們發生了什麼樣子的問題 那為什麼會需要這樣子的裝置 那這樣子的裝置可以帶來什麼樣子的應用 那我們就歡迎retrack 各位大家好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開園的年會 不過我們公司是邪惡的盈利組織 所以我們不會開眼 那這家公司其實是我研究所的時候 startup的公司大概是20年前 那後來2019年因為我搬去英國住了 所以現在目前我是專心當CTO 然後公司現在交給那個 就是以前的羚羊團隊在run這家公司 那我們公司在新竹客選去 那因為那個 剛好就是在英國這邊newcastle跟upstream 這兩個團體之前都認識 所以後來知道他們在這邊要做一些測試的時候 我就去現場幫忙他們做用正規的方法做一些測試 那我現在大概講一下那個 我們測試出來的結果在技術上 所以今天會比較講比較多技術的東西 那我們是在brotford這個地方 在英國的中部 其實離我家有點遠 我家在這裡 所以坐火車過去大概四個多小時 那剛剛邵恩有提到這個現場環境 英國的現場環境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是我們安裝的設備 那時候在測試一些基本的水質的sensor 以及主要測幾個通訊和耗電的狀況 那英國這邊 它brotford這個地方 它有一個叫brotford bag 它是穿過那個brotford這個地方的地下 然後它那邊因為是很傳統的mail 就是在19世紀的時候是紡織廠 有很多紡織廠 它的貨品主要會運到隔壁的Manchester 那所以那邊污染還蠻嚴重的 那最近他們剛完成一個訴訟抓到 抓到那個排放 然後被那家公司被罰了1.6個 billion pound 就大概162萬英鎊的罰款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要安裝的時候呢 我們我們安裝的時候 其實這個第一板 我們在這邊做測試 是用我們ready to use的一個product 然後把sensor接到那個河川裡面去 那這個距離可能都在5到10米左右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比較困難的地方 因為它會走到那個tunnel下面 那訊號其實不是很好 這大概是一個簡單的 那主要的差異 台灣跟英國的主要差異 我們在設計一個 在design一個consumer product 或industry product 一開始其實會考慮很多事情 那不只是technical上的問題 主要是考慮環境的問題 那這邊有幾個重要的環境因素 會跟大家說明一下 第一個是installation duration 以UK來講的話 它最日照時間最短 冬天是7小時25分而已 那夏天最長是17個小時 就是Ibrevet在這個地方 那我家那個地方大概又更長了 就是冬天的話大概早上4點 早上9點才會天亮 那到晚上大概下午4點就天黑了 那所以它的日照是嚴重不足的 跟台灣你冬天跟夏天 大概只差3個小時 他們這邊差了一倍 所以你用太陽能其實是有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是你的緯度因為很高 所以它日照的角度其實是很高的 那你的那個太陽能不但時間少 而且它的那個接收能量也會相對少很多 那另外一個最大的問題是temperature temperature的話它是Ibrevet這個地方大概在1度到20度左右 那我們一般生物膜的成長 生物膜成長是25度到30度左右 所以你在台灣的sensor你要處理生物膜的問題 可是他們在那邊應該是不用處理生物膜的問題 那台灣的河川大概主要在12度到32度之間 那它flow rate的variation其實是很低的 台灣是很高 那台灣會有颱風來 然後會有而且在枯水期的時候可能會有零水位的問題 那我們知道那個pH sensor或者是一些離子選擇電極ISE的話 它離開水面大概兩三天它就報廢了 所以在台灣你要處理零水位的問題 可是在英國是不用的 所以有幾個重要的issue在我們設計的考量 就包括你的生物膜是不是要處理 要不要做那個自動清洗或者是用那個離子電極去避免它生物膜成長 那在台灣是需要 在英國是不需要 那太陽能不足的問題 在英國有 在台灣應該是沒有 那sensor immersion 就是sensor它會離開水面的問題 在英國是沒有 在台灣是有的 那collision and impact在英國是沒有的 所以理論上在英國 我們應該只要解決電力問題 其他的insultion 可能比較不是太大的問題 那一般我們在設計一個 物聯網的前端系統的時候 需要考量的那個 需要考量的factor 大概有這些 那目前 尤其很多最後都會指向battery 或者是telecommunication 這幾個問題 那 那 因為這個要 要講這個分析要講很久 所以我這次只框起來 就是告訴大家說 以這次我們考量 大概最終指向這三個 是會影響到電力 所以我們電力是 最重要一個考量 那再來是sensor的問題 到底要選用哪些sensor 才能偵測那個 才能符合我們要偵測水質的需求 那目前呢 這一個是water box water box 台灣water 我們說的就是 就是邵院在做的這個 他們考量希望有這些sensor 那 以upstream 在英國 那個breferback 這個地方呢 他們公民團體希望有這些 那 Embourment Act 就是去年 英國的環境環保局 比如說 banburg Embourment Act 他要在全英國裝設4萬個那個低成本的水質儀器 水質監測儀器 那他要的有這些 那他們的環保法規偵測的有這些 那在台灣環保局要的有這些 所以如果說以這樣做起來的話 我們現在做一個可以通用的 大概就是需要紅色的這些是最efficient 大概就是temperature pH EC ammonia 以及tability 和DO 那以一個污染來講的話 DO是最後的結果 那更往前走的話是NH3和NH4 因為他在氧化的過程當中 耗氧的過程當中 最後會反映到DO上面 如果要再更往前偵測更早預警的話 那你可能需要COD跟BOD 但是這兩個呢他非常非常貴 所以目前我們有在投資另外一個計畫 我們公司最近編列一個預算 大概6000萬的預算 在開發新的Sensor 水質Sensor跟那個整個 可以說是商用版的水盒子 大概是 那其中一個部分就是在開發COD 因為COD的話 你現在買市售一支大概台幣50萬左右 那我們是希望可以讓他降到大概剩下3、4萬塊 那現場的電力呢 目前我們在那邊測試 就是以我們的現代現有直接的設備 就不是新開發設備 大概4G的話 每10分鐘上傳一次 大概可以維持40天左右 這個是標準的一般磷酸離鐵的放電曲線 那這是去年11月 我們刻意在冬天的時候去做測試 因為冬天的時候他溫度很低 那個電池平常我們夏天可以到48天 冬天的時候接近零度 他的電池效能會下降 那大概剩下40天 那這個地方Jump跳到-120度 就是因為當初我們在台 我們現在主要銷售是亞洲 那那時候碰到零度的時候 他的那個線性轉換就出問題 因為從來沒碰過零度 所以線性轉換出問題 就跳到這個-120度 那現在這個問題我們已經解決了 那通訊這個部分 後來在9-9月份的時候 9月10月的時候我們開始測那邊的 除了4G之外 開始測MBLT跟KDEM-1 那他的通訊量呢 目前我們可以壓縮到大概一周 只耗掉1.68個MB 那拿去英國那邊跟台灣最大的不同 主要就是要注意那個LTE Frequency Band 是很大的不同 那台灣主要是走Band-1 Band-3、Band-8跟Band-20 那UK的話 他我們那時候是用O2的網路 那O2的網路大概就是Band-1 Band-3、Band-20跟38跟Band-40 所以我們在買那個模組 在設計模組的時候 要注意如果shipping到英國去 要買符合UK的 不然到時候你可能會 所以只有這幾個Band可以用 那如果就剛好那個地方 你的模組 就是那個地方剛好你選的電信 沒有support這幾個 那可能就無法進行通訊 那LTE Setting在那邊 要注意的就是它跟台灣不一樣 所以你的PLMN要進行修改 才有辦法連上它的網路 網路系統 那另外一個是主要測試是LORA WAN 因為那個4G或者是電信業者 那個都需要收費 那在英國跟台灣不同的是 他們現在努力在建立LORA WAN的系統 那台灣其實大概六年前的時候 也有開始做LORA WAN 可是後來放棄了 原因是因為LORA WAN它走的是ISM Band ISM Band就是 Industrial Science & Medical Band 它是一個免費的頻段 那台灣主要的頻段範圍是920到925 但那個被地下電台污染很嚴重 所以台灣走LORA WAN基本上會一直斷訊 所以後來台灣的Band是AS923 那在英國的話是EU868 所以我們在那邊測試的是EU868的頻段 看好不好 那LORA有三種模式 那因為那個時間關係 我就技術部分 我就先不講 都等一下有興趣再說 那主要是入網的方式 那LORA WAN主要兩種入網方式 一種是直接燒死在晶片裡面 你的ID是什麼 那這叫ABP 那通常是如果說一家電信營運商 他在營運他自己的LORA WAN網路 他會給你他的chip 然後裡面是燒好的 另外一種是OTAA 那OTAA目前在泰國 跟在英國都有支援 那什麼是OTAA呢 就是說 你可以告訴你 你可以在裡面設定好你的一些key 然後再把那些key告訴你的 那個電信營運商 他會幫你想辦法入網 那這個就是在Bretford 它Bretford City Council Bretford市政府 他要求我們要提供的一些東西 所以我們就在我們的晶片裡面 設定好這些參數 然後給Bretford City Council 然後他就可以讓我們入網 入網之後他用Webhook的方式 把那個結果丟給我們 那我們要提供一個Web API 讓他去寫入 然後並且再response給他 所以這個是他們要我們填的表 所以做完之後 這個是其中一個我們測試 綠色的部分 綠色的部分就是 總共有大概十幾個點 就是我們要佈水核值的地方 那我們這個是佈在最差的 就是訊號最差的一個來做測試 那目前已經跑到的 因為我們LORAWAN是今年3月開始測 所以目前已經跑到第六個點 那藍色的是這些 CD Council 建的那個LORAWAN的基地台 那以這一個來講的話 他目前是這四個 記憶台有收到訊號 因為那個LORAWAN 它是用Broadcast的方式 所以同時可能會有很多的 Base Station都會可以收到訊號 那以從5月11號到5月17號的Record 那他的Data Missing Rate大概在19.1% 那這在對LORAWAN來講 是已經算是很好的 那他的Signal Strength的Average 大概在-114.9 那Standard deviation大概45.5 那一般來講 你只要超過你的Average 只要能夠大於120 其實就算很好了 因為以LORAWAN來講 他最低最低的可接收 如果說接收率到達-40%的話 大概可以 只要-130dB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同時間的那個 我們同時做Benchmark 就是同時間的NBLT跟 就是商用頻段 O2商用頻段的那個Signal 那他還是有比較好 可是這邊你可以發現 他可能調了天線的方向 所以他就也是變差了 那目前我們是用Hybrid系統 所以Hybrid系統就是 因為LORAWAN他非常省電 所以他可以 LORAWAN他非常省電 所以我們平常Real-Time Data 是用LORAWAN來傳 那他從啟動到發射到結束 大概只要1秒 1到1.5秒左右 那以4G NBLT 他因為要跟GT Handshaking 大概需要30秒到40秒 所以我們NBLT是拿來做 5夜的時候的Data Resync 就是他會去檢查 資料上傳有沒有失敗 如果有失敗的部分 他在5夜 Resync一次就好了 然後這樣也可以節省通訊費 那平常的話 就全部都是用那個LORAWAN來傳輸 那所以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在思考的Base Design 那就是LORAWAN as primary 那MBLT and cademy is backup 所以Instantaneous Data Transmission 就是用LORAWAN 那Daily Data Resync 那他就是用MBLT 這樣我們可以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然後也可以 minimize telecommunication expense 那 目前我們用的那個方案 目前我們用的方案是 他不像台灣是要收月租費的 他是10歐元 10歐元500Mbps可以用10年 你只要10年之內 不要把500Mbps用完就可以 所以基本上以這樣的用法 我們10年只需要付 折台幣300塊的通訊費 那其他都是用那個LORAWAN來傳輸 那他的缺點呢 就是他的設計 當然那個complexity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他的bone cost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再來就是 你還要 因為畢竟雙系統 所以你要在你的氛圍 去做最佳調教 來降低你的那個 來降低你的那個耗電量 那這邊最後講一下就是 我們對於一個開發 就是說就一個商用的設備 我們開發大概有幾個歷程 一個就是POC Proof of Concept 那大部分就是 以剛剛邵音報告的那個水盒子 那我們可能就是在Proof of Concept部分 然後會出現Propotype 應該也算到Propotype 然後會有Pilot 然後到Production 那他的時間其實是 通常這裡到這邊 就要花好幾年的時間 通常我們一個成熟的 Smart IoT sensor的設計 大概要花四到五年的時間 那他的投資呢 大概初期的時候 Proof of Concept 這些都算比較小的 那最後要進入量產的時候 就會 就必要投入數倍的那個資金 那unit cost通常會發生在 在這個地方 他才會降下來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全部都是投資 那大概是從 就是說我們從POC開始做 然後到最後能夠量產的時間 以及成本的變化 這邊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那以上如果各位對 以上各位如果對那個開發 就是在食物上水和部署到英國 還有其他問題或有興趣的話 那我這邊沒有QR Code 但是我有WhatsApp 所以你們可以加我的WhatsApp 或者是我的Line 那有問題的話可以詢問 好 謝謝 謝謝 我覺得我剛看那個黃渤把那個 英國跟台灣的那個情況 那個比較表做出來 那其實要花很多的時間 為什麼要花很多的時間 下一場東坡來跟你講說 OCF做印度的專案 我們頭有多大 那就歡迎東坡 好 謝謝請 我自己抓 好 各位大家好 我是東坡 那我長期其實都在做 跟open data有關係的 欸 好 老朋友 做open data有關係的事情 那比較接近開放社群的部分 是open street map 那等一下會看到 有一張用open street map 解釋我們這個專案 為什麼在印度需要的原因 這是蠻神奇的一件事情 那如同親近剛剛講 這個案子的確讓我們很頭大 那我們為什麼接到這個案子呢 也證明一件事情 就是說政府的專案 在NGO的角色扮演上面 到底要怎麼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對NGO來講 其實是蠻重要的意義 就是說其實它是一個 一個國家很大的政府計畫 就是它已經執行了6年的時間 那這6年的時間裡面 到底哪些NGO能夠介入 然後這個NGO介入之後 它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然後到底能夠做些什麼事情 那我相信在座各位應該很多人知道 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 那當然也有很多批評 也有很多說好 也有很多說不好 不管怎麼樣呢 這件事情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就是說 它已經把很多的資料 匯整在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我們一般講空水地災 這些資料都收成在平台 然後釋放出來 那政府在這個過程裡面就發現說 我們好像這個過 就在做這個民生公共物聯網的過程裡面 好像扶植了一些產業 然後對於一些產業的那個發展好像不錯了 從過去的6年的發展時間裡面 前進去4年好像有些廠商已經扶植起來了 那是不是就應該往外去擴展 然後就開始想東想西 要把廠商往外推 這也是對啦 因為台灣畢竟是一個海島 其實它的市場其實很小 最能夠做的就是要往外推 但是你已經往外推 你就推入深坑裡面了 因為外面的市場是很大沒有錯 可是競爭力更強 那在這環境裡面 你要去怎麼去突破這個整個的局勢 其實我覺得 個人覺得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 不是那麼容易去突破 那政府會這麼想其實 我覺得對我們來講 局外的人去看這個事情 我會比較覺得說他其實就是要把 你政府總是要推動要一直往前走 他經費要花的過程裡面 一定要有新的東西去做 那你如果做很底層的東西 其實就好像下水道一樣是看不到 那政府就比較不願意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覺得有點危險 那如果說空水地災來講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這是空氣 就是裝了要一萬兩千多個微型感測器 就是所謂的空氣盒子的進階版 他可以做到一些事情 比如說他可以去看 有哪一些污染源的這個分布 那這是環保署的投影片 我現在講的這四張都是政府的投影片 我去原聲明這不是我做的 那如果是水的話呢 水其實有非常多 空氣剛剛講的是微型感測器 然後還有一些影像 那水的部分呢 因為哈巴長期在水利署呢 促進那個資料開放 水利署在這幾年裡面呢 開放相當多的資料 然後放到民生公共物鏈網的網站上面 大概我算了一下大概有40項左右 好像將近40項左右 那這些資料裡面呢 有些資料其實各位可以去參考一下 他有一些蠻有趣的資料 比如說水利署在這個街道街區裡面的 設計很多這個淹水感測器 比如說台南南部常常下大雨 暴雨的時候會淹水 那淹水之後呢 就是比如說這個地下道會淹水 然後車明明就淹水的車還會衝進去 那還有一些環境是這個 你那個街道有時候會快速的 因為那個漁量太大了 他那個設計其實沒有辦法容納這麼多的漁量 所以他會淹水 那這個淹水呢 可以透過這個淹水感測器的方式 知道說他淹水的範圍怎麼樣 那這是一個相當令人覺得非常好用的資料 各位不要看這個資料好像很簡單 我們在國外在講這個case 就是講這種淹水感測器的case的時候 很多人都覺得非常的訝異 就好像我去講農委會的這個產品 產銷履歷的時候 這個很多的學 國外很多人都覺得 你們國家怎麼可以開放這樣的資料 那當然產銷履歷有它的背景 是因為我們過去很多食安問題 那淹水感測器也是一樣有這樣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因為常常下暴 台灣那種暴雨事件 所以常常會有局部性的淹水 那局部性淹水並不一定就是說 有什麼太大問題 有時候是氣候上面的異常造成 那它如果只能防治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靠更多的數據去知道說 它的pattern是怎麼樣 然後去了解它的整個天氣的型態是怎麼樣 然後去做一些預防 那我相信各位也常常收到這個地震的選訊通知 那這幾年來這個地震速報 其實已經有很大的這個改善 那地震速報的改善事實上 它透過很多的這個 它已經透過很多的這個網路上面 高速網路上的架設跟海底電纜 還有一些其他的 這個其實都是在民生公共物聯網向下的 一個計畫裡面去支援的 譬如說我們的海底電纜 在這裡當然沒有啦 海底電纜已經圍了快一圈了 就是在東海岸這邊已經快圍過來 那海底電纜要幹嘛 為什麼圍東海岸 因為海底電纜它要偵測的是這個地殼變動 讓它在地殼錯動的過程裡面 知道說它的變動是多少 那過去其實只有這個從 這個宜蘭外海裡面伸出來一點點 就是只有這個沖繩海潮那一部分 那現在慢慢的延伸已經延伸到屏東了 整條都有 所以它在地震速報的過程裡面 它會更準確的了解這個 這個 整個台灣在地殼變動的過程裡面的問題 然後再加上說現在其實在 它整個網路架構其實是比較完整 所以地震速報效能其實是變得比較好一點 多條耶 另外一個是這個CAP 就是這個民生市井公開資料 這個其實已經發展很久了 在民生公共互聯網發展之前其實就已經存在 CAP這個資料 這個CAP 它事實上是一個國際標準的一個資料 就是所有的這個災害市井資料 都可以透過CAP這種資料型態去做發布 那這個發布最大的受益者其實 各位如果有關注到這個Google Maps的話 它有一陣子可以納進去 中央氣象局的這個颱風資料 我各位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之所以能夠納進去這種颱風資料 在台灣的其他國家沒有 就是因為我們很早期就把CAP的資料釋放出來 那Google Maps就去搜 那所以它很早期就已經搜進去Google Maps裡面 已經打開Google Maps的時候 它就有這個颱風資料引進來 那這幾年其實不僅是颱風資料 它包含了很多的這個 例如說土石流 比如說淹水 還有這個大家很關心的這個水門有沒有關 為什麼水門有沒有關 因為大家車都停畫一面 那你水門如果關了 你停車停畫外面 你就準備被 被如果淹水很嚴重的話 你就車桶就要爆飛 在那邊泡水車 所以這些資訊都會在這個平台裡面做釋放 然後利用CAP這種國際標準的 隔世做釋放 好 那這是簡單介紹一下 民生公務廟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 這個政策的好與不好 我這已經不評論了 但是它其實做了蠻多事情 那在這個架構底下 在行政院其實就 它分了好幾個項目 在民生公務廟的發展裡面 各位可以很多的局數 你就會聽到這個名詞 那在經濟部裡面 它其實就有一個分項 是這個民生公務廟的資料應用服務 那其中又有一項是要普及跟深化 普及跟深化 各位看清楚 普及跟深化資料應用 普及跟深化 我一直覺得很納悶 這個資料要怎麼普及跟深化 第一個你要普及你要有Sensor 你要深化你要有很好的資料應用的方式 那回過頭晚去看台灣的這個整個資料 就是民生公務廟的資料發展 它有正在普及跟深化 那如果沒有做到的話 你要把它推到國外去的話 那你不是更困難 好 我們就在這個背景之下 就接下了這個重任 就是說怎麼樣把它的這個 民生公務廟網的這個技術跟內容 或是廠商把它往國外去推 那對於NGO組織來講 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接下來國內政府的專案的時候 你不能被國內政府的專案牽著鼻子走 也就是說政府的專案當然有它的目的存在 但是它的目的底下 能不能把NGO的目的也放在這裡面 那如果沒有辦法的話 你覺得這個案子對NGO來講 其實會變得很沒有意義 就是說你只是為了這一筆資金去做這個案子 然後沒有辦法達到你真的能夠 在NGO能夠達到的目的 那相對來講 OCEF其實就 相對你來講 就成立了這個CVSense的一個計畫 也就是說 OCEF有自己想要做任務跟想法 想要藉由這樣子的這個資金底下 去把這個公民科技的部分加速在裡面 然後去做推廣 所以呢 在這個環節底下 我覺得也就不多說了 我們就胡扯了一個東西 不是胡扯啦 就引介了一個東西 叫inclusive business partnership 他是一個兼顧商業發展 跟社會面的一個經濟發展模式 那為什麼要引介這個 是因為我們不是單純的用經濟 單純的是單純的一個經濟發展模式 而是兼顧到社會面的發展模式 那這個 結合式的經濟夥伴關係 他其實就是一個能符合這個永續 這個聯合國永續目標的一個方式 真的不多說 但是 只有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他可以建立一個發展模式 也就是說 OCEF跟國際上的NGO有一些聯繫 所以可以做一些結盟 然後藉由他們去認識在地的NGO 在地NGO如果要環境問題上面的需求的時候 能夠透過他們的介紹 我們了解更多之後 把國內相關的解決辦法介紹給在地NGO 然後讓他們去做 也就是說這個做就是所謂的場域驗證 那等到這場域驗證成熟之後 甚至能吸引海外企業 或是台灣企業加入之後 能夠在這場域驗證發光發熱之後 吸引更多海外企業一起合作 然後最後我們就可以讓 海外企業跟台灣企業共同去做這件事情 那NGO角色就負責扮演在社會面的角色 而不是在經濟面的角色 基本上概念上是這樣 那 藉由這樣子的一個發展模式 其實過去一年裡面 OCEF做了四個場域驗證 第一個是這個AIT 就是我們AIT是一家學校 不是那個美國再來協會 是在泰國 就是亞洲理工學院的 也是AIT technology 那我們跟他們同時也跟廣義、安岩 跟這個安岩的CTL在這邊 那廣義跟安岩還有Synergy 一起合作在泰國東部經濟走廊 就是設立這個空氣盒子的部分 那同時也有這個普輩就是過去的遜舟 然後還有這個富奇 一起做這個校園的部分 那第四個是這個奈吉利亞的這個 奈吉利亞這個煤炭空氣污染建設計畫 那今天要講的其實是第三個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也是做最少的部分 這蠻有趣的 就是我們三個其實都有蠻多的成果 但是今天要講水盒子 所以我只能就水盒子的部分跟各位報告 那其他三個部分請各位到Civic Sense的平台上面 去看我們每月報告裡面的內容 好 那為什麼印度需要水盒子 從這個OSM的圖 就是Open Stream Map圖 如果你去看這個Google Maps 已經看不出所欄 那你看OSM的時候 你就會突然的領悟為什麼印度這個社群 需要印度這個城市需要這個水盒子 它的這個西側這邊全部都是茶園 這個有顏色的地方 綠色的地方全部都是茶園 那基本上這個MUNA這個城市 是有三個河流 就是這有三條河流 這邊一條這邊一條然後這邊有一條 三條河流所拒絕的一個積水區 那茶園的這一部分因為大量使用 只要印度的茶其實使用蠻多的 這個肥料跟殺蟲劑 所以買印度的茶的時候各位要小心喔 他在使用很多殺蟲劑 所以他會污染到這些河流 然後已經講到下游這個用水的安全 所以他們希望有很多水盒子 就是固件在這些河流裡面去監看這些水質的變化 它的需求其實非常的簡單 那因為這個過程裡面我們也認 他們就是跟我合作叫Space Carrara 他是一個大型 他是一個在地蠻大的一個組織 然後認識了非常多政府啊其他單位 那我們也在過程裡面接觸了非常多的 不一樣的這個MGO 比如說右上角那邊其實是農夫組織 就是可能是茶園的一些當地的農夫組織 那他聽到有一個這樣的設計的時候 他覺得非常有趣 我們可以用非常便宜的方式 就可以得到一些水質的資料然後去監看 那最後呢 最後 最後當然我們沒有跟我們很多原因 最後合作的對象其實是這個聯合國的這個 開發計畫組的這個單位的成員跟我們一起合作 那就是UMDP 那我們也提供水耳質呢 就是一起合作 然後呢 最後不再細講 我們也提供水耳質 然後在很多的困難底下 在開發種種的問題 然後最後的問題下 然後進行了兩場的教育訓練 然後希望呢這兩場教育訓練之後呢 他能順利的去把這個水耳質安裝起來 最後能夠收到資料 故事就到這邊 我們現在目前執行的進度到這裡 如果各位有興趣知道後續的情況發展 請密切的注意到Civic Sense的這個計畫 都在網頁上面 謝謝各位 那我們請四位講者都 我們後面有大概十分鐘的時間 那因為我們這一場晚開始 前面有個消毒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請四位講者也上來 那我這邊有準備了兩個題目 然後想說找大家一起來語談一下 然後根據我參加了這兩天的Coast Cup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參加者們你們的問題 好像需要深思熟慮之後 後面才會蹦出來 所以我先問那後面也 大家也可以來聊一下 就是大家聽了這麼多位精彩 一個小時你們都沒有離開 一個小時的演講 那一個小時的分享 中間沒有休息 中間沒有休息 沒有辦法讓你們逃出去 對 經過一個小時後 你們對於大家的題目上面 有沒有什麼一些想法 那我第一題會想要問的就是 市售的商業 商業版本 剛剛那個retrack 就是黃柏也有介紹到安岩的產品 市售的商業版本這麼多 為什麼公民科技還特別需要去發展這個水盒子 那公民科技可以帶來什麼樣子的幫助 那就請大家都 每個其實每個人角度觀點都不太一樣 那大家都可以各自分享一下 就講拉斯為什麼要做水盒子 因為其實其實水盒子應該說水監測 他他並不是一個新科技 他其實長久以來一直都都有廠商在做 重點就是他太貴了 而且而且因為他比較貴的話 所以其實你你是沒有辦法靠靠就是公民啊 或者說你想要每個地方去弄 你其實是不行的 那為什麼他會那麼貴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有太多的規範 跟太多的要求 那我們有的時候其實並沒有那麼複雜 我們其實只是想要擺進去 然後傳點資料出來 我們並沒有說他擺下去要五年啊 或者是怎麼樣啊 我們並沒有要那麼複雜 所以當你把這個 這個要求比較降低的時候 你就比較能夠做出一個 比較能夠公民科技 或者說比較說製作環團 比較能夠使用的這個東西 那應該說為何而戰來講 應該說其實我們水污染其實還蠻嚴重的啦 更重要是說大家不知道嚴重 或者是因為你每個月這一筆資料 然後那個資料都被死慕死過 所以你其實就是太多的東西 就是都看不到 簡單講我們把眼睛閉起來 然後就是好像覺得水還好 可是這個是非常可怕的問題 那你要突破這些東西 你靠的就是 那因為我們做硬體 你如果只是做這種比較像是 不要普通貨物碼 或者說你只要是實驗性質的東西 他其實成本跟他的方式 可以降低很多 那他就是說像剛才有想 普通貨物碼便宜比較便宜 所以我們基本上就是找這種的切入點 那透過整個設備的開放 那你設備的開放 你跟NGO合作 或者跟環團合作 你就能夠突破這個點 那你當然 他有點環境運動的成分 就是說你靠著民眾說 就像以前空氣盒子 你我們就提出這個概念的時候 呃環保署他一定會覺得你這不行啊 這個這個不行 問題他就是因為觀念不一樣 他不是不行 那水盒子其實也是一樣 水盒子也不能說是在LUS的這個情況下 實際上環團應該說環保署他們自己也有水盒子 也有類似這樣子的東西 可是問題是你看過他的資料嗎 沒有即使我打進總統杯 在裡面總統杯要求要 他提供資料他都不給哦 好所以國發會來介入也不給嘛 所以其實他的問題並不在於他沒有這個 Tenalgy 而在於他們有太多的包袱跟他就太多的想法 他覺得說他他這東西不能做 那在空氣盒子的概念就是 你你很容易講你不能做 但問題是當民眾都可以做的時候 你就沒有理由講出你不能做 所以他其實有 他其實有這種為核戰在啦 所以我們才會走一條比較艱辛漫長的路 去做整個開放的水盒子的這整個系統 他不只是因為硬體 你不只需要硬體 還需要他上面的配套 跟所有後面的整套的分析 空氣盒子整個生態體系 他就是這樣子養出來的 你底下的 你底下的資源肥沃的時候 你上面自然能夠建構出你的東西 那我們做這種公益社群就是無所謂嘛 反正我有的就是時間 我用時間跟你耗嘛 對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慢慢弄 那後面有比較專業的給他們講好了 OK 那我這邊說我的想法 那其實大家剛有介紹嘛 就是水盒子它是2016年的時候 那時候做的 那其實那時候的環保局 台中環保局其實也有用像類似的設備 只是一台 我記得那時候跟我說一台40萬吧 然後就是放在 但是他們安裝方式跟我安裝方式很像喔 就是放在 我是黏在水益牆上面 它是放在旁邊草叢裡面 然後就一台40萬東西放在那邊 對 他們超怕的 所以原本是三天巡一次 他們大概是兩天巡一次 或一天巡一次之類的 反正anyway 那其實這是一個問題 那但是其實我看到第一版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做出來成本大概是 2 3萬多而已 但是對於環保局來講就是 我放一台40萬東西 跟放一個3萬多的東西 其實我要的效果是一樣 我就是要抓工廠偷牌的那一瞬間 或沒有 不要說那一瞬間 就是它偷牌在前後10分鐘到20分鐘 它就可以去看 它就可以聚集人馬 然後去超人家家這樣 因為那時候其實 真的是超家 因為那時候抓那一家的時候 大概環保局 中部主要大隊 警察 尾班公司 大概衝了快20幾個人進去 對 就是一進去 就是只差沒有破門而已 對 OK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對他們來講 這個是可以用的 tool 對 但是其實我所知道的情況是 雖然說那為什麼環保局要那麼便宜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那時候做的機器其實 廠商其實還OK 它是有基本的處理完之後 它只是不想要處理後面那一段 就是會造成汙泥的那一段的廢棄物的時候 它才排掉的 但是有些工廠它是直接 原本的那個事業的廢水直接排掉 那時候pH可能是一點多 零點多 甚至是負質 因為就是整個就是超酸的 對那這時候其實對於設備本身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正常 因為極端的情形它會用到極端的設備 然後那時候就會超級貴 那如果說我們用便宜的設備放下去的時候 它就會看到什麼sensor溶掉啊 或者是溶掉啊之類的東西 然後對 所以他們其實對於 而且這種東西其實就會變成 40萬東西sensor溶掉了 然後就可能十幾萬 對OK 那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變成 對他們講 其實他們就不敢放 但是水油紙出來的時候 其實台中環保區 他們一直陸陸續續 有想要去做這邊這一個部分 對那 這是一個部分 公布我們在使用的情況下 那還有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剛剛有看到一個 在浮在水面上的一個設計嘛 其實那個設計大概活了 三個禮拜 就後來就翻船了 對對 那其實如果我們今天是40萬東西 那就是40萬翻船了 大概就是開台車 往水裡面沖的概念 對 不過現在是一隻手機 往水裡面沖 那其實還是會痛 只是沒有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也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辦法去更多的嘗試 對 有嘗試才會有後面的一些可能性出來 對 然後基本上為什麼要做便宜的東西 我覺得 先試試看吧 有時候跟一次我還才知道說 我原來可以這樣做 對 然後這邊是 我這邊可能從商業的角度來說明這件事情 以台灣來講的話 一年那個政府機構它編列在 編列在水質監測的部分 預算大概只有4億左右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不可能會有任何公司 會願意投資去開發這個東西 那我們公司最近 其實我們公司在做 因為我們是做IoT物聯網 所以在監測水質這部分 台灣 我們也很早在十幾年就開始做 可是我們從來都沒有考慮 在商業上評估都不會去做這件事情 有幾件事情 第一個當然市場太小 那最近這幾年開始做 是因為外銷這個部分已經 尤其在英國他們有4萬個需求 那就可以做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是 做水質監測它最大的cost 不是在於 硬體成本 而是在於後續的 跟人員要去做 那它的成本的比例大概是5比1 也就是你的設備做的是1塊錢 你後面的是5塊錢 尤其政府開的標案它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40萬呢 因為他跟你說 這東西保固3年 中間任何時間壞掉 你都要負責換新的 所以它不是第一次的費用 它是你後面3年全部都要 那我們大概是7、8年前有做 有做監知處的一個實驗案 也是做那個 然後它大概是開600萬 然後也是類似水盒子這樣去做監測 我們是監測消理稀 那個案子我們拿600萬 我們支出大概1200 因為它最後就是用體檢定 然後去看那個是否那個 有需要做調整 那每次有需要調整 就要減半時間去做調整 所以最後呢 我們是每三天要做一次調整 那個人力支出非常可怕 所以在做水質監測它最大最大的問題是 你在監測不同的環境之下 你放在A的River跟放B的River 它所需要花費的人力 是差異非常大的 所以沒有辦法等同試之 但是呢 政府在編率預算的時候 它會把它當成是一樣 所以這個是很大的麻煩 所以後來 你看全台灣環保局 他們都曾經有開過 這種連續監測的案子 可是到最後真正有去做的 那些水質監測廠商沒有人要去做 因為最後都會虧到脫褲子 我這邊大概用幾個角度去看 因為我過去一直以來都是做資料分析的人 那對於環保署的資料 或是對於水利署的資料 其實長期以來都有在關注 那當水監測出現的時候 其實提醒我們一件事情就是說 過去環環或是其他單位 在做一些論證的時候 其實他是沒有辦法拿到自己擁有的數據 去做一些論述的 那水監測自己提供了一個利器 就是說你當然可以自己去搜集資料 自己去做一些論述出來 跟政府所做的論述其實是不一樣 那其實這是最大的啟發 那過去我們可以做的 大概就是只能依賴政府所釋放出來的資料 那當你不相信它的時候 或是說當你覺得它有問題的時候 你並沒有辦法去做太大的質疑 因為這些所有的來源都是同一個來源 那當然你不能說它錯 它有時候是有一些言語會存在 但是它如果沒辦法滿足你的需求的時候 或是它的檢測的項目跟你不一樣的時候 你沒辦法透過它的這個 就是說政府的單位所釋放出來之後 去滿足你的答案的時候 那像水監測這一類的東西 其實就提供你一個管道 讓你可以有這個機會 能夠把自己的資料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那論述的方面你就可以自己掌握 那我覺得這是對於環董或對MGR來講的 是最大的最大最有力最大的力最大的好處 那除此之外它也是一個環境教育的一環 就是說透過這個過程之中讓更多人了解說 這個水質監測是什麼樣子 然後水資源就是水環境有什麼問題 那透過這樣子的使用過程 寧願吸食可以促進這樣的環境教育的過程 這我是覺得這是滿重要的一個一環 好那謝謝東坡 但是我一直被提醒說 我們晚五分鐘開始 現在剛好四點零五 然後作為一個之前是Coast Cup的總召 今年還被放在總召組裡面 我真的不敢太晚結束 我現場我本來有兩個問題嗎 那我就問一個就好 我現場開放一下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好這位先生 我想問一件事情 這個偵測事情很重要 但是有個問題是我們在偵測的地方 通常都是一些偏僻的地方 我不知道說對你們通信這部分來講 因為我看到 第一件事情 不好意思 你們140點多少那一個網址死掉了 我剛好去查你們的東西 然後我在那個IC Shop裡面 看到8000多裡面有一個整個動向 但是它上面講的是Wi-Fi 比如說在Glutus跟Lola 那我想要質疑就是說 在某些偏僻的地方來講說 Wi-Fi的距離不是很長 Wi-Fi是更短 但是在比如說 我在中央商賣某些地方來講說 沒有這些東西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考慮到 某一些其他的方式 用這種轉頻的東西去做傳播 因為你只是把Data存取之後 你沒有送出來 其實沒有失去的偵測而已 那這個東西不只是誰 其他空氣也是同樣的問題 想問問看你各位 對這方面就是在監測資料的傳輸上面 你們有什麼想法嗎 特別是在那個偏僻的地方 比如說不是那種Wi-Fi很容易找到 好 那就是邵淵或者是之後伙伴也要回答 大家都剪短 我們會後可以留時間 否則我怕就是我會被唸 OK好 那我就簡短的說 因為那是Water Bus 然後所以我後面有一個 有NBLT模組叫做Water Bus Pro 對那這個東西還沒有release出來 是因為我們還在測試 應該說 我還想問 對還在測試 那還沒有到一個穩定的部分 那基本上偏遠山區的 就我的經驗來講 山上的NBLT基本上都還可以用 還有機會可以用 對 但是品質不一定好 但是基本上 石門水庫的集水區域的範圍內 基本上訊號都還出得來 但是我也覺得說 其實那要做為 那要用其他方式去把它做出來 他不是每個地方訊號都那麼好啦 那只是 對 就是有時候會因地制宜 對 那原本的Water Bus就是 就是因為沒有 他沒辦法走 4G走 沒辦法走NBLT 所以才 才做了一個擴充版出來這樣子 好 其實我想要簡單一點喔 就是說 簡單來講呢 你如果是普通的需要呢 你去廠商買 你買不到你要的東西 因為在野外裡面 他都非常的複雜 你有的地方 有的地方有這個訊號 有的地方沒有那個訊號 有的地方你要借接 有的地方泡的不夠 好 設備有非常多的問題 跟非常多的限制 那再加上誰 誰的感測這種量這麼少 所以簡單來講 你根本買不到 好 那我們的方法比較像是說 我們做一個開放的硬體 開放的架構 你改得動 你有工程師 你有自己專業能力 你改得動 但不表示 你是很容易就做得到的 好 我們這種方式比較像是 一個approach 讓你有機會去做到 在你原來是做不到的情況下 如果你原來買得到 那你就不會有 開放水盒子的問題嗎 但現實上就是你做不到 那 那他有非常多種 困難跟可能性 你必須要去調教他 才能夠找到你自己要的樣子 所以簡單的話是說 你剛才提的問題是現實的問題 但你本來就解決不了 我們提供給你一個可能性 但其實他也不容易 我們並不是一個商業系統 擺下去 就什麼東西到好 那商業系統 比較像Richard他們 他們就有商業系統 但問題是 你把剛才的問題去說 好我就是錢很多 我要給你買 他會跟你說我就是沒有 好不好 對就是現狀就是這樣 好 我這樣說對吧 我回答比較簡單 因為這件事情我們調查過了 台灣有汙染的地方 NBRT全部cover到 好 好 那你講的比較商業 好 因為在發展一個產品的時候 這件事調查是必須的 所以一開始我們就調查過了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就暫停在這個地方 但是會後應該都可以留下來 那我做幾個階段的接受 就是 其實在做這個專案裡面 其實有 就算Richard雖然是說他們家就是不做開源 但是我覺得今天的分享很重要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是很重要的一個 互動跟一個環節 然後大家可以聽聽看 在Open Source社群裡面 那社群裡面他們的想法 他們的初衷做出來這樣子的產品 然後來去做驗證 那以及站在商業的角度 是怎麼樣子看環境污染這件事情 然後以及在OCF這個team裡面 我們又怎麼樣子跟工業院合作 要去把台灣的一些經驗輸出出去 那就是從不同的角度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那最後跟大家建議一下 RB正在有議程 然後最後有lightning talk 那裡面就是場場爆滿的cost carbon 那他絕對是最精彩的部分 因為我每天都不能錯過他 那大家結束後就可以衝向RB吧 好謝謝大家